像管理的方法与效果 管理的三大主招 首先以人为主 因道结合 要志同道合 这个人道是应天道的 落到人就变成了理 理是不变的 常理 但是你要随机而变 随机应变 这个石头剪刀布背景 它是相刻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里面没有所谓的相生 但是 我谁都刻谁 又怎么样能合在一起呢 那就是一物相一物 必然有缘物 把它画成一个圆 综合之路 就是在外呢 互里互惠 内部呢 高度的和谐 这个 就是一个整体 虽然相克 但是相互制约 越来越紧密 越做越好 分三块 还是 最上面的是领导 它相拥着 掌握大的方向 中间呢 就是团队 团结一致 这个 具体做事 要很精细 精工 领导要主要做到安人 干部呢 就是 要学会 运用这个 这个权力 领导就是 安人心的 收买人心的 那员工呢 就要学会 在这个制度下 去做事 要行的规矩 所以说这个 有规矩呢 就代表理 就要态度要好 那在上一层一点呢 你看 干部就更强调方法 要讲一个意义 要要要 这个 干部是 管事的 具体 员工是管务的 领导呢 是管人的 所以你看 他要行一个人 这个人 从那个人 我们知道 首先有人 然后有意义 然后有领 领导就掌握这个目标 然后 领导 他主要的工作 就是安人 有人性化的领导 领导看的是未来 干部看的是现在 员工看的是过去 因为制度一定出来 都代表着既定的 之前的东西 录的文字 已经是过时的东西 他们还在遵守 那没办法 也要有一个规矩 方便管理 领导 要让大家放心 宁可画大饼 也要画得圆 让大家看着有希望 才能落实 有可能 那干部呢 就要配合 配合一起 一边画 一边说 你也要跟着具体操作 乘上起下 所以让领导趁心 以能知天下 干部就是 要 就是能干嘛 所以说 这个员工呢 他是以友为天下 员工是他 他是真正具体做事的 而最高领导 他就是以无用天下 最高的领导艺术就是 建群龙无首吉 其实每个人都是领导 都是主人 能做到这种的太少 就是我这个群龙无首 但是还是吉 我们平常说是凶 一经里边说吉 各安其位 各自 做好自己 然后 还有中间忽略的就是 这个干部 就做事要标准化 专业性 他呢 讲话 要含糊的清楚 他就说是是是 好好好 然后实在是不对的 也不要跟着去做 那干部呢 作为中层呢 一定要搞清楚 说得非常清楚 领导呢